使徒行传第八章 往各处去传道 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和意的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 都得了遗志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望子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因他就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 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 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喜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喜 就常与腓力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义能 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 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被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喜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赐下 就拿钱给使徒 说 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因为在神面前 你的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 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 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 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既证明主道 而且传讲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 传扬福音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菲利说 起来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菲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 总管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菲利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菲利上车 太监对菲利说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他像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菲利说 请问 先知说这话 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菲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哪 这里有水 我受习有什么妨碍呢 菲利说 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站住 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菲利就给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菲利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后来有人在雅索都遇见菲利 他走遍那地方 在各城宣传福音 直到盖撒利亚 均道 帮助 财量